我在种番薯业 哈喽大家 今天是星期四 那好快的一个星期就过去了 我刚刚下班回到家 然后今天的车超多的 因为好像是政府有说 现在可以一个household 两个人一起出门 感觉现在没有那么严了 这样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啦 因为可能不严的话代表 现在的疫情没有那么严重了 我不确定 好了废话不多说 今天呢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 我期待蛮久的 你们猜这是什么 可能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吧 这是我昨晚就 也不是昨晚啊 我已经泡了很久的花椒 我今天要来做花椒鸡汤 就是我有在小红树上面找到了食谱 然后我就会做 这个花椒鸡汤我想做蛮久的了 只是说我一直没有买到花椒 然后我昨天去买花椒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花椒还蛮贵的 就这样子总共五条吧 要九十块马币 花椒也是有分很多种 看你们买哪一种的花椒 这个好像是算是比较便宜的了 那我觉得它的长相有点奇怪啦 你们有没有觉得 有点怪怪的 这个我已经泡了超过十二个小时 那我就先来准备这个炖鸡汤 我开心 我没有买整只鸡 因为我好像没有看到那个干风鸡 就是菜园鸡还是土鸡嘛 我也不大会处理整只鸡 所以我还是买了两个比较肥的 我买了两个这个鸡腿 我还在想我要用一只还是两只 好像感觉一只就够了 这两个是我买的不一样的 其实我还不想确定它们到底什么不一样 我看到它是写说 antibiotics free and hormones free something like that 我觉得价钱差不多 这是我之前买的 这是我之后买的 那我在想 现在要用两只吗 还是用一只就好 好来个题外话 我突然发现我在种番薯叶 这是一棵番薯 然后我忘记了它的存在 然后你看它已经长叶子了耶 那我来泡一泡我的 这叫什么 干贝 哎哟 只剩两颗 好可怜哦 干贝好像只需要泡15分钟就可以了 好我现在把花椒拿去洗一洗 洗好啦 那现在要把这个拿去蒸 可是 他们说我要放姜片 我家里没有姜了 应该也ok 蒸8分钟 那很高兴咯 我们今天可以用新买的锅 这是我第一次用 就献给你们啦 洗一洗 哦对了那天淘宝开箱你们看了吗 我做了开箱之后我才发现 因为我在找那些连接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我买这个的时候是有买一个 不锈钢蒸笼的 就是可以叠在上面 这样子蒸东西的 结果它没有送来耶 然后我就申请退款 或者是让他们就再寄过来 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 那我最后还是决定用两只大鸡腿 好那我们现在来煮鸡肉 好那我加了一勺的料酒下去 然后现在煮一煮 现在来准备一下我的南瓜 那天已经把它切了 这样子一条一条的 现在把它们切成小块一点 等一下拿去蒸 过后搅碎会比较容易 那我再把它轻轻的那部分先切掉好了 好啦把这个水倒掉 然后放新的水 干净的水来煮汤 那我们来煮鸡汤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花椒蒸了 变这样子了 因为我看了很多文章都是说 先泡好12个小时以上再拿去蒸 可是他们蒸出来的不是这样的耶 是我蒸太久嘛 好啦不管啦 我就把它们切块 现在来处理我的红枣 这个去核的去种子去核气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你们可以去买 这在我其中一个淘宝开箱里面有 如果找到那个链接 我再把它放在下面好了 现在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材料 放红枣 我的干贝 可怜的两颗干贝 然后再下我的花椒 我的乖乖的花椒 那煮汤当儿我就来剪接一下 那个 淘宝开箱 玛丽代加口红的唇上试色 因为我说好要发在小红薯上面嘛 然后现在已经要6点了 所以我要赶快剪接一下 就可以发上去啦 蒸好啦 蒸好啦 现在来加我的枸杞 然后加这个刚刚弄的金瓜汁 醉就比较浓郁啦 看起来不错 加苏一下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点 就是加水 再倒进去 不要浪费 来做一个水蒸蛋 加水 要算好像加太少水 然后加柠檬 来煮个面线 好碎喔 OMG 这是什么 我的天哪 怎么会那么碎 我太久没有自己做皮蛋了 我忘记皮蛋是不是敲开就能吃 应该是吧?不用煮吧 没事耶 还好 把它切成四瓣 然后把它放在蒸蛋上面 蒸蛋还没有好的 就趁它一半熟的时候 这样子放在上面 你们看超疗愈的 然后继续蒸 好了我的晚餐已经煮好了 可是我想等那个家伙回来一起吃 那现在我就看看戏 感觉我的眼袋又更深了 还有黑眼圈 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最近在熬夜追剧 我很久没有追连续剧了 我通常都会看电影 很少会看连续剧 因为我知道 我是那种 我是两种 就是 一就是一追剧就停不下来的 二呢就是 我是追不完一部戏的人 就是我看到一半就会 不想看 我最近在看这个 Money Highs Money Highs 我觉得这一部戏很紧张 就我晚上看的话 真的停不下来 所以我最近看到 大概半夜三点才睡觉 我的花椒鸡汤 配面线 还有这个蒸蛋 几点了 十点半罢了吗 要备吃饭 饿死了 这个肉 这个肉 哈啰大家 今天是5月1号劳动节 所以今天没有做工 Oops 我的CV又跟我讲话 OK 现在已经是1点53分 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就躺在床上觉得很累 然后我的腰很痛 我就想是不是亲戚来了 然后还结果真的是 我就继续试试睡到12点 然后12点醒来过后 就继续在床上按电话 看一些影片之类的 我想来做一个French Toast 就有点甜甜的东西 应该比较开胃 所以 那天我有share一个story 在Instagram上面 我觉得自己太好笑了 那我心智伯伯呢 去Jagosa买了这个 是Nescafe Doce Gasto 那我就一直以为 这个牌子跟Nespresso是一样的 所以我买了回来 那天早上看看星星要泡咖啡 然后呢 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咖啡机是Nespresso的嘛 我就 要泡咖啡 打开 住房附近 因为这个是小的capsule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是这样大的capsule 因为我没有打开来看嘛 所以现在我这个就用不到 那你们知道我最近是怎样泡咖啡的吗 示范给你们看 那么那天我买了这一盒呢 我就没有买我的 那个drip coffee 所以我家里现在只有这一种capsule 那我是这样子冲的 就拿一个这个capsule 然后把它剪开来 顺便可以给你们看看里面其实是长怎样的 好香 然后就这样子把它们剪开来 剪开过后还是长这样的耶 它有一层plastic在这边 然后plastic上面是有两三个洞吧 很小很小的洞的 所以它的水可以流过来 那我就拿一张这个filter paper 那我这边再继续把它切开 接着就把我的这个咖啡倒进去 啊 那它就变成了我的trip coffee 哈哈 那我们现在来做french toast 打蛋 然后加一点糖 然后加一点糖 然后两片面包切一个三角形 下来可以多一点 放牛油 然后这边我们来放两片面包 给它吸一下这个蛋汁 然后就可以把它拿下去煎 要煎到有点焦焦的时候就可以了 现在要来做caramel banana 焦糖 香蕉 放糖 糖差不多融了之后呢 香蕉切一半 然后这一面往下 好 鸡蛋 就是跟Caramel Banana 好吃 我帮你要试看哦 好 我吃饱了 今天就打算藏在这儿 藏了 会不会我想买一个相机 你觉得如何 可以哦 哈喽 现在已经是六点多了 那我们打算要去果社买点东西 因为现在是可以两个人同时出行了 所以我们就打算去同一间果社 然后买一些家里用的东西 然后带它去也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人帮我拿东西 我平时是一个人去好累哦 然后在那边给你们做一个小小的开箱 迷你开箱 这是我昨天收到的Sephora 平时看到Sephora的盒子是那么小的 OK 这个就是我买的那个小装瓶 诶 诶 这么只有一瓶 哦 诶我刚刚有看一下那个Sephora的物流 这个小装瓶现在是买一送一嘛 所以它是两瓶 然后我还有买一支那个叫什么 Fresh他们的Soy Balzer 就是洗脸霜 那我看到好像是一瓶跟那个洗脸霜一起系 然后一瓶自己系过来 所以这边就只有一瓶 我本来想说有三样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去买东西 Let's go 走吧 戴个口罩 穿出来好了 就戴口罩超好的 遮住我的黑眼圈了 我最近有一个新的背法 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的长度还蛮刚好的 就是 诶好像不是很美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长度蛮好的诶 走吧 Hello 带他出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帮我打油 我现在是用相机拍 不是用手机 哇 油价真的好便宜哦 打满才67块 68块诶 好多东西 这个人 想跟我一起去逛街 一直讲电话 讲到现在 哪 快点 哪 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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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打工 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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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到家啦 来做一个gorsery开箱 帮我敲锁 今天买了很多 这个是我没有吃过的 这个是什么 shitake mushroom crepes salted egg的 我买了两包 好像感觉很少耶 应该少过一半 然后我今天买了这个drift coffee 是这个牌子我每次买的这个key coffee 它有不同的 就有12包 有6种 我平时喝的是这个深蓝色的 butter 这个是我很喜欢喝的绿茶 这个是没有糖的绿茶 如果想喝冷的绿茶就把它放在冰厨 这个是yoghurt muesli bar 这个我还蛮喜欢吃的 它蛮甜的 可是很好吃 这个是有一个人追我的时候送我的 买了豆腐 啤酒 我买asahi 好像喝的蛮快 我的那个barkweiser已经要喝完了 买了一个罐头菜心 久没有吃了 这是小时候常吃的 就配粥吃 想要明天来煮个粥 choya的美酒 然后它这个很特别的是 它有送一个mini bar 超可爱的 不懂好不好喝 应该是ok啦 因为它这个牌子的还算ok spaghetti 然后这个就是我平时每次买的面 这个日本的北海道产小麦面 如果做斑面啊什么面啊 就我是用这个面的 买了几罐加多宝 这个green tea 它是blueberry flavor的 这个我平时试着喝它另外一个white tea 那个是peach flavor的 我很喜欢喝那个 这个我不记得好不好喝 应该也是不错 然后我还有买另外一个blendy 这是我一开始喝的那个口味来的 可是那时候买的是 好像是圣诞节限定版嘛 就还有画很多很美的东西 这就是品时的包装 金针菇 鸡肉 又是一个大鸡腿 今天的晚餐 乌冬面 然后买了两包面粉 这是低筋面粉跟corn flour 那其实我想买面粉来做一个电饭锅蛋糕 可是好像还有很多东西没有 所以要再研究一下 那听说好像 其实啊 下个星期一嘛 好像很多可以开始营业了 就是大家可以回去做工 不确定啊 等明天还是后天的新闻 像如果这个mco结束的话呢 我的这个系列就没有咯 可是我还是会做vlog啦 只是会变成就是别一个系列的名字 我还没有想到要取什么名字 就是都是在家里嘛 都是时间 比较家常的vlog 就是煮煮东西 做一些假物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没有想过这样子的vlog 会蛮多人想看的 我很喜欢这样子的vlog 好啦 那我要去做晚餐了 如果你们想到有什么系列的名称 在下面给我知道哦 来做今天的晚餐 咖喱乌豆面 那我来放两包乌豆面 然后把它放进冷水 啊 掉了 加萝卜 加萝卜 加我们的咖喱汁 加萝卜 黑胡椒 大火滚一下 就可以上菜咯 胡椒面 参加萝卜 要不要吃 嗯 好满喔 嗯 我的乌冬面有点失败 煮得太软了 这开的蛮厉害 好啦 那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咯 那谢谢你们收看这一集vlog 如果这个mco还有在继续的话 我们就会有下一集 如果没有的话 这就是最后一集了 那我要继续去看我的戏了 现在一点半了 半夜一点半了 我觉得我又会看到三点 好啦 那晚安咯 下支影片见 拜拜